他会把那些未来啊 刻画得很美丽 会给你一个很美好的幻想 会让你觉得 如果你跟这个人在一起 你会有一个很美好的生活 很明亮的未来 但是这些都是假的 我再强调一次 越会说的男生 越会骗人 这些男生永远都是 说得到 做不到 而且 你要想一下哦 未来这种事情 你我都说不准 对不对 我们一般人是不会把未来说得那么满的 你总会知道哦 未来也许有变数 他会给自己一个后路 毕竟谁都不想要去骗人嘛 但是这样子的男生 他总是可以把未来说得很有信心 他一定一定会做到什么 他这话说得越满 你就要越怀疑 因为99%都是做不到的 而且99.9% 他所说的未来 跟最后实现的未来 出入是非常大的 哈啰 大家好 我是作人品Jesse 今天我要跟女生们 聊聊一种男生类型 那就是假性优质男 那这种男生呢 通常看起来条件都很不错 外表也还OK 但是骨子里面却是渣男 重点是 他们很会包装自己 所以很多女生是判断不出来 这样子的男生是渣男的 那会想要跟他聊聊这个话题 是因为我有个闺蜜遇到了这样子的男生 这个男生就是符合了我刚刚的所有描述 但是因为我闺蜜非常的单纯 所以难免就被对方骗得团团转 因此今天呢 我一定要来郑重的警告女生 如果你遇到男生啊 有这样子的行为特质呢 你千万要小心 他们真的不是什么优质男 反而是想要借着优质男的光环 来骗女生的男生 到底这样子的假性优质男呢 会有怎么样的行为呢 首先第一个就是 话特别的多 不管是你实际跟他见面聊天 还是在他的社交媒体上面 你只要看到那种很喜欢打小作文的 很喜欢在LINE上面发很多消息的 很喜欢说自己事情的 这种男生99%都是 只会说不会做的没用男 那种口才越好 越能讲的呢 通常越没担当 我希望所有女生们 把这件事情磕在你们的脑子里 越会讲的越没用 越没担当 会耍嘴皮子的 永远都只有一张嘴皮子 我身边那些有担当的男生们 都是少做多动的 所以千万千万要警惕那种 很爱讲 很会用言语去包装自己的男生 第二个呢 就是喜欢炫耀自己的条件 像是赚了很多 开好车 但是对你没有实质付出的 我这边想要提醒女生 条件好跟对你好不好 这是两个概念 对方可以条件好但是对你不好啊 他可以有很多钱但是不花在你身上啊 他可以很贴心但是对你很狠心啊 所以如果你今天特别执着于男生的条件呢 那么你是很容易被炸的 因为那些男生深深的知道这些光环呢 是可以吸引很多愿意被骗的人生的 他们会觉得只要跟他在一起就可能得到那些光环底下的好处 但我再强调一次 这个是两个概念 他的条件好 并不代表他会对你好 所以你主要要看的是他对你的态度 千万不要因为他的条件而舍不得放开一个烂人 那第三个呢就是经常用想定下来想成家当幌子 但是却把钱花在一些非必须物品上的男生 如果今天一个男生他真的想要成家想要有孩子 那么现阶段的他可能会想要试着多存钱 为了未来的生活做准备 像是可能需要买车可能需要买房子 可能需要准备未来孩子的教育基金 这些都是有可能的 所以这样的男生他是不可能会把钱花在一些 没意义的奢侈品上面 或者花钱去租那些很贵很豪华 但是没必要的房子 他们所买的那些很酷的摩托车啊 很昂贵的奢侈品啊 租的那些很豪华的房子啊 都是用来吸引女生的 所以他们其实并不想要成家 而是想要有更多的女朋友 我真的觉得怎么花钱这件事情是很直观的 你可以马上就知道说 这个人的价值观是什么 这个人的未来规划是什么 这个人现在最想要的目标是什么 这个是骗不了人的 所以千万不要相信那种 表面上跟你说想要定下来 想要成家 但是把钱花在奇怪地方的男生 第四个呢就是超级绘画大饼 像是他常常会跟你讲说 他对前女友多好多好啊 那如果谁跟他结婚的话 以后一定会很幸福 因为钱都会交给对方管啊 他会把那些未来啊 刻画的很美丽 会给你一个很美好的幻想 会让你觉得 如果你跟这个人在一起 你会有一个很美好的生活 很明亮的未来 但是这些都是假的 我再强调一次 越会说的男生 越会骗人 这些男生永远都是 说得到做不到 而且你要想下哦 未来这种事情 你我都说不准 对不对 我们一般人是不会 把未来说的那么满的 你总会知道 哦未来也许有变数 所以一般人并不会 把话说到满 他会给自己一个后路 毕竟谁都不想要去骗人嘛 你怎么能保证说 你未来会怎么样呢 但是这样子的男生 他总是可以把 未来说得很有信心 他一定一定会做到什么 他这话说得越满 你就要越怀疑 因为99%都是做不到的 而且99.9% 他所说的未来 跟最后实现的未来 出入是非常大的 我从来没有看过哪一个这样子的男生 真的实现了他口中的未来 那些可以实现美好未来的男生呢 通常都不会花言巧语 不会把时间花在说谎 或者是哄骗女生身上 他们会拿这些时间去努力 去脚踏实地的存钱 去跟自己喜欢的对象一起共逐一个目标 也许他话说的不是那么的好听 但是他会用行动去证明说 我是真的有这个心 想要跟你一起走下去的 所以我希望女孩子们 最后选的男生是这种类型的 也许有点木讷 嘴巴有点笨 有点直男 不够贴心 可是他们是真心真意的喜欢你 想要跟你走一辈子的 而且这种男生才是真正的优质男 希望女生们真的擦亮眼睛看清楚了 不要让那些假的优质男蒙蔽了双眼 导致你错过了 真正会对你好 真正适合你的人 好了 我是Joyson Jessie 以上就是我今天的分享 那如果你还有问题想要问我 也可以在线上跟我进行一对一的对谈 我会根据你的情况做出分析 并给你最中肯的意见 那我们下次见咯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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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